当然有些同学可能会较真 他可能会说 我还是希望确凿地看到一个 从某一个问题到二维Volanoid图问题的一个规约 这种认真态度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就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确实 其实从比如说Sorting这个问题 的确就是可以直接转换为Volanoid图的二维版本 怎么来做呢 这幅图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有一个圆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单位圆 没错 这就是我们做规约的基础 同样别忘了 我们的输入是Sorting问题的N个未排序的数 而我们的任务 其实就是将这个N个未排序的数 映射到这个单位圆的圆周上 为此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花费On的时间 在其中找出最大的数 同时也可以找出最小的数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知道所有这N个数 所分布的区间在哪 接下来的事情呢 你只要将这N个数 对应的这个区间 映射到0至2π 整个这样的一个圆弧就可以了 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你只要掌握一条 这个映射是单调的就可以 也就是大的元素 必然会角度更大 反之更小的元素 角度更小 仅此而已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线性映射 就可以 所以我们确实可以将 那样N个数 转化为圆周上的 一系列的点 这些点其实就是二维的 乌鲁诺图的一个 在平面上的输入点击 虽然它很特殊 但它也是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二维的任何 乌鲁诺图的算法 去把它的输出构造出来 虽然你的方法 可能是各式各样的 效率也不一样 但是它的结果 在数学上是一样的 我想回顾一下 乌鲁诺图的定义 你已经知道了 没错 就应该是这样 整个这个乌鲁诺图 只有唯一的一个 Vertex 这个Vertex 恰好就位于 刚才这个圆的中心 也就是这个X 当然 这个乌鲁诺图 应该还有一定数量的边 有多少条边呢 确切地讲 有多少个点 就有多少条边 而每一条边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条这样的乌鲁诺边 都必然是在这个圆周上 相邻的某一对点的平分线 我们知道 在一个圆周上 对任何一条弦的平分 那条线都必然会经过这个圆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整个这个乌鲁诺图 只有一个位于圆心位置的顶点 好了 这就是这个乌鲁诺图 我们对它的结构 已经做了足够的了解 那么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了这样的一个输出之后 如何将它转化为我们原始的问题排序的输出呢 别忘了 我们这里所谓的构造 这个乌鲁诺图要求是至少要得到 它的一个可操作的托普描述 比如说DCEL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要知道任何一个点 作为起点就可以了 比如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角度最小的那个点 3 有了它以后呢 我们可以确定它所在的那个cell 并且可以知道在这个cell中 相对于这条边界而言 它隔壁的那个邻居是谁 以至于它的邻居的邻居是谁 还有它的邻居的邻居的邻居 诸诸此类 换句话说 我们只要通过Twin Edge Twin Edge Twin Edge 不断地这么样转下去 完成一次沿着这个圆周的便利 整个这个便利的时间成本是线性的 而经过了这样一次便利之后 我们确实就可以得到输入数据的一个真正的排序的结果 尽管我们没有去显示的做这个排序 这就意味着我们确实可以在二维的沿路内图和Sorting之间建立起这么样一个线性的规约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确定的这个Omega in Login的下界 可以直接地定义做二维的沿路内图的下界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直接的Reduction 尽管我们的货ника 带第000地找马